真假千金哪个更可怜 我不知道 但我是假千金的真舔狗 原本属于假千金的一切被抢走 我怒法冲冠 学习成绩好了不起 老子分分钟帮假千金考第一 家里有钱了不起 瞧不起谁呢 老子就是首富 什么你还会无数 我非见呢 看老子把你家都批了 总之就一句话 他不是你家的假千金 他是我家的老baby 人傻钱多真舔狗 说的就是我苏锦成 全校都知道我这位苏家大少爷 舔了校花女神沈安然六年 甚至我在CBD给他挂过巨型条幅 连求爱都不敢的那种 沈安然让我当你的舔狗吧 然而这是个误会 我六岁那年就上了龙虎山学道 是龙虎山天师的正牌传人 这些年我左手扶尘 右手舞雷正法 一路降妖除魔倒是快活 至于家里 为了保证我世俗的身份 秘密培养了假少爷 代替我的身份生活 假少爷是个恋爱脑 去京大的第一年 就不可救药地爱上了沈安然 于是他顶着我的身份 轰轰烈烈求爱 成了学校最大的笑柄 刚下山的我 看到假少爷为我精心绘制的人生剧本 我都懵了 这好 练废了 我第一次见沈安然的时候 是在我自己的风水铺子 他看到我的时候 仿佛见了鬼一样 指着我 你你你 苏景辰 你竟然还会算命 我白了一眼沈安然 拜托 你哪位啊 老子会不会算命 关你鸟事 跟着沈安然一起来的闺蜜 以为我疯了 沈安然更直接地摸着我的脑袋 看有没有病 直到半个小时以后 我才明白 这场误会的起源 都是那个替身干的好事 问题 是我并不能解释 只能说自己前几天撞到了脑袋 沈安然半信半疑地看着我 方才换了个话题 沈安然来这间半圆风水铺 主要是最近倒霉的事情太多 所以才来了 找我这位风水先生 要知道 我的风水铺子 可是京城最贵的 如果不是熟人介绍 或者是大富大贵之人 根本不可能接触到我 本来我是不打算给沈安然算一挂的 可是替身 给我立了近乎完美的舔狗人设 我只能不耐烦地看着沈安然 让他自己说说情况 起初他只是学习成绩下滑 和家人关系越来越差 追求的男神 忽然喜欢上别人 到了最近 基本上到了喝口凉水都塞牙 吃糖饼烫后脑勺的地步 其实他不介绍这么详细 我倒是也看出了一些端倪 他的眉心出现了一缕白气 白气不断向上 在百会学的地方散开 那一缕白气 用常人的说法 就是自身的气运 现在气运散了 自然遇到什么事情都有可能 再看他的命格 主心一味 看来就是什么抱错孩子之类的烂事 不久之后 沈家的真千金回来 沈安然的自身气运 就会回归到那人的身上 之前那人过得有多惨 以后的沈安然就会多惨 我把这些话告诉沈安然 他闺蜜破口大骂 觉得我是追不到他 才在这里大放厥词 我也不理他 只是一个人静静地靠在太师椅上 伸出五根手指 沈安然倒是安稳的许多 有些大家闺秀的气质 倒也不愧是我那个替身看上的人 每过一分钟 我就收回一根手指 等最后一根手指收回 沈安然的电话响了 电话里是一个女人的声音 语气十分刻薄 我是通知你 从此以后 沈家和你没有任何的关系了 你只是被认错的假千金 回去和你那个减肥瓶的老娘过吧 女人没给沈安然说话的机会 直接挂断了电话 只剩下沈安然一脸茫然 而她身边的闺蜜 也在听了女人的话以后 微微退了半步 沈安然的闺蜜走了 只留下她一个人 在我的风水铺子 要是替身在此 估计现在已经化身 24K纯克金舔狗 嚷嚷着帮沈安然报仇 可惜的是 沈安然遇到的是我 正牌苏锦辰 苏氏集团大公子 金圈太子爷 我没有那么没骗 为了一个女人 要死要活 何况 下山之前 师父就告诉我 不要强行逆转因果 否则必遭天谴 我静静地看着沈安然 等着她和其他女人一样 一哭二闹三上吊 毕竟 遭遇这种事情 实在够狗血 沈安然接受不了 实属正常 沈安然倒是让我刮目相看 她只是自己哭了一会儿 就选择接受了现实 临走之前 沈安然问我 还会继续倒霉下去吗 我告诉她 回归到自己的生活以后 就不会继续倒霉 不过之前的顺风顺水都不在 以后的生活 都要靠自己了 沈安然点点头 没有继续问 她用POSG刷卡的时候 信用卡已经被停了 她的背包里 也只剩下五百块的现金 最后 她把自己的香奈背包 和里面的现金 都放在了茶台上 她咬着嘴唇 却没有想要撒娇 蒙混过关 苏景臣 那个欠你的算命钱 我会还你的 这个包和现金 应该能值三万块 剩下的两万 我回头凑一凑给你 那一刻 我忽然眼睛一亮 找到了能摆脱 舔狗人设的契机 我恶狠狠地站起身 眼神凶恶 沈安然 你倒我是什么人 以前看你是沈家大小姐 我才舔你 现在你已经被沈家扫地出门了 我凭什么相信 你能凑到钱 拿着你的东西滚吧 这单就算老子亏了 以后别让老子看到你 沈安然被我的话气的脸色通红 他迟疑了片刻 还是带着背包和钱离开了 我看着沈安然离开的背影 心里一阵舒爽 从此以后 老子总算是摆脱了舔狗人设 可我还没等开心 沈安然又一次回到了我的风水铺子 他用笔在纸条上 写了一张五万元的欠条 恭恭敬敬地交给我 刚刚谢谢你 但我不想欠你人情 苏景辰 你是个好人 只是我现在真的不想谈恋爱 也没有资格谈恋爱了 他的眼神里带着委屈的神色 让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竟然就这样目送着他转身离开 不过 谢谢我 什么鬼 沈安然有受虐倾向 下一秒 我忽然想明白了自己的失误 老子是苏家的大公子 金圈太子一样 沈家大小姐 这种屎一样的身份 也配得上我田 靠 大意了 还是在山上太久 脑子都不好使了 我恼怒的时候 沈安然第三次回到了我的风水铺子 他眨着自己的大眼睛看向我 谢谢你刚刚的激将法 我一定会努力好起来的 到时候 你若是追我 我会考虑的 谢谢你 苏景辰 沈安然180度大鞠躬 潇洒地转身离开 只留下目瞪口呆的我 我靠 几年不见 怎么富豪家的孩子 都是白痴了吗 我以为之后的日子 我永远都不会再见到沈安然 可转天我就接到了 学校毕业典礼的通知 校长贴心地选择了我和沈安然 在舞会领舞 不用说 又是我那个脑残替身 给校长留下的印象 我怒气冲冲 杀到校长办公室的时候 校长像是一只受惊的小兔子 他也很无辜 他只是惊大的校长而已 他还能做些什么 尤其是邀请函已经发出去了 各界名流都知道 今天晚上的重磅消息 苏家大公子苏景辰 将和他的女神沈安然 在毕业典礼的舞会上献舞 我努力地祈祷 晚上不要出现什么幺蛾子 尤其是 尤其是苏家的话题 不到一个时辰 大家都知道了 沈安然已经被沈家扫地出门 已经不再是沈家千金 沈家归来的真千金 沈细威强势宣布 如果苏家选择联姻对象 他将是最好的选择 一时之间 真假千金的火药味十足 甚至沈细威的亲妈 也出来战场 这位养育了沈安然18年的女人 公开表示 沈安然就是冒牌的 人品有问题 苏家要选择联姻 不能选这样的人 群众们跟风一边倒 毕竟 一个没了豪门做背书的女人 是不会被同情的 渐渐的 风头演变成了 沈安然续谋18年 就是为了嫁入豪门 我看着帖子 差点一口水枪死自己 18年前的 沈安然能有个屁的续谋 那时候的沈安然 还在他妈肚子里 难不成她是个 不打算盘打胎盘的神人 或者说 沈安然就是绝世爽闻女主 重生之我要嫁给金圈太子爷 不过热心的网友 也没敢直接踩死沈安然 毕竟我的替身人设太过强大 不少网友扒出了这些年 我为沈安然做的事情 什么飞机撒玫瑰 无人机灯光秀都是小儿科 我听说沈安然喜欢彩虹 竟然给学校捐款一个亿 要求校长把教学楼刷成彩虹色 到现在 金大的教学楼 都被戏称是苏家大少的恋爱彩虹堂 我严重怀疑 家族给我找的替身 至少有十年以上的脑穴栓病史 而他给我的解释是 家族给我的人设是顽固富少 如此种种 他本人早就拿了报酬不知去向 要是他敢出现在我的面前 我一定安排他去工厂 给去多多装巧克力豆 时间一点一点流逝 沈安然并没有出现在 毕业典礼的舞会上 他让人交给我一封信 说是感谢我的好意 可他已经不是沈家的人了 不会再出现于名利场 果然 这女人也认为舞会的事情 是我安排的 我想找个借口离开 舞会的一束灯光 却打在我的身上 而另一束光 打在一个陌生的女人身上 灯光引导着女人 一步一步向我走来 他露出职业般的微笑 你好 苏绍 我是沈细薇 今晚沈安然不会来了 我将成为您的舞伴 他那种身份的女人 是不配出现在这种场合的 他前一句话 倒是彬彬有礼 我刚要伸手 但后一句话 就让我皱起了眉头 这女人真当自己是盘菜 比我还掉 非要踩人踩爽 老子最烦装逼饭 于是我伸出手 就在即将和沈细薇手掌 触碰的一刻 我缩了回来 双手插兜 你他妈算老几 也配合我跳舞 正所谓谁遣王八多 我和沈细薇的交锋 成了毕业舞会的头版头条 添油加醋的人在帖子上说 苏家大少冲冠一怒 魏红颜 打脸沈家真千金 不少人跟着附和 说是苏家大少 仍旧钟情沈安然 沈安然才出豪门 便入世家 甚至有人开始 叫沈安然为苏家少奶奶 可我和沈安然CP的人 层出不穷 我对着帖子骂骂咧咧 始终不敢再回复一个字 害怕被人误读 我没再遇到傻逼网友 却再一次遇到了沈安然 他站在我家门外 看样子已经等了很久 我从他身边路过的时候 沈安然拉住我 面色凝重 苏少 我很感激你为我做的一切 但是我真的不想再卷入豪门圈子里了 你要是真喜欢我 就让我平平淡淡地生活下去好吗 如果不是我有素质 估计已经破口大骂了 有时候 现实真的比狗血恋爱剧还要狗血 我告诉沈安然 骂了沈细薇 那是他自己活该 我最看不惯装逼犯 可是沈安然仍旧不相信 他说他认识的苏景臣 虽然是个恋爱脑 但是温文尔雅 曾经在京大最受欢迎男性排行榜中 苏景臣这个名字 连续三年名列第一 不仅仅是因为 苏景臣有着苏家的背景 更是因为苏景臣的素质 几乎不会对女生发火 即便是面对狂热的拥躲 我也是微笑着告诉他们 我喜欢的是沈安然 甚至还会因为 他们在外面等的辛苦 骚包的卖咖啡和塔 可安慰他们 整个京大就没有人看到过 我生气 怒骂沈细威这种事情 任谁都能看得出 那是我为了他打抱不平 他特意拿出手机 给我看网上的评论 几乎封评全是如此 我咬牙切齿 恨不得狠狠打自己两个嘴巴 我堂堂吓一代天师 下什么山啊 这糟心的苏家大少 谁愿意当谁去 关老子什么事 不过 老天师的那张脸 却在此时在我的脑海里出现 下山之前 老天师说我成员未断 必须回来当三年的苏家大少 说这话的时候 老天师面带微笑的手指指添 一道雷霆落在我的面前 我毫不怀疑 只要我敢拒绝 老爷子一定用五雷正法 把我雷个八分数 可以直接配红酒那种 想起老天师的恐怖 我只能强忍着努力 露出微笑 沈爱然小姐 其实我并不想介入您的生活 有时候 喜欢一个人 就只是默默地看着他的生活 不是挺好的吗 喜欢这两个字 被我咬得极重 简直就是要咬碎了牙那种 沈爱然和我道谢以后 按照常规的方式 附赠了一张好人卡 然而 就在他转身那一刻 一丝黑气 从他的额头上出现 那是大凶之兆 一旦出现 非死即伤 我赶忙掐小六人的法觉 看沈爱然的吉凶 不出所料 连续几次 都是大凶之兆 我咬了咬牙 还是跟了上去 修道之人 人命自然是重中之重 我本不想卷入麻烦 但是大凶之兆被我遇到 没有理由不管 沈爱然离开得很快 我从庄园出去的时候 他的车子 已经没有了影子 由于已经是午夜 路上的行人少了很多 我也顾不得 暴露自己的身份 伸手一招 就是一柄宽大的飞舰出鞘 飞舰的速度很快 虽然算不上瞬息千里 可比一般的轿车要快很多 只是街上遇见飞行 太过惊世骇俗 我只能将自己藏在云层里 快速围着城市移动 沈爱然的车子 如同离弦的剑 从苏家庄园 向着他家的位置移动 我在飞舰上伸手掐绝 基本上已经算到了 沈岸然这一节的游览 我在舞会上 打了沈细薇的脸 他那个超雄弟弟 打算替姐姐报仇 这种人天生坏种 除了最亲近的人 完全不顾及后果 只会置人于死地 我伸手咬破手指 一滴血落在八卦盘中 沈细薇弟弟的资料 也就被算个七七八八 沈亿 从小就和沈细薇一起被报错 是超雄综合征患者 曾经参加过武术队 但因为暴力倾向 而被教练清退 他养母就曾被他 生生打断了一条腿 除了沈细薇 不和任何人亲近 一直以来 就是沈细薇的忠实打手 也是沈细薇 重回沈家的得力助手 他的计划倒是简单 直接截停沈岸然的车子 然后打断沈岸然的几根肋骨 丢到护城河里 到时候就算被找到 凭借沈家的事里 也不会出现什么问题 可惜沈亿遇到的是我 什么 你说他是武术队的 他是超雄综合征 战力超强 就在沈细的公养皮卡 准备撞向沈岸然车子的时候 我如一颗流星从天而降 巨大的飞剑 笔直地嵌入地面 我在剑柄之上截然而立 公养皮卡撞击在飞剑之上 发出砰的一声巨响 掀起巨大的烟尘 沈岸然的车子 则在一边快速靠近 马上就要接近我所在的地方 为了不让沈岸然欠我的人情 趁着巨大的厌恶 我从公养皮卡里 一把拉出沈细 他像是一只被掐住了脖子的大鹅一样 被我拖着急行 巨大的飞剑 在地上划出一条长长的沟壑 看起来就像是天谴一般 等撞入了一旁的树林 我才停下来 将手里的沈翼丢在了一旁的地上 沈翼不愧是沈细威的超雄弟弟 他看到我的一刻 就认出了我是欺负他姐姐的人 没有任何废话 沈翼就像一头疯恶的公牛 向我冲过来 嘴里不断地大喊 废物 让你欺负我姐姐 如果是一般人 早就被沈翼强横的身体直接撞飞 说不定还要断几个肋骨 但我只是伸出了一根手指 就拦住了发疯的沈翼 这次连沈翼自己都懵了 我对他露出微笑 笑得很绅士的那种 然后问他 你玩过棒球吗 沈翼愣在原地 完全不明白我的意思 我只能叹了口气 然后轻轻摸了摸沈翼的脑袋 既然你没玩过棒球 那我就得好好教教你 什么叫本蕾打了 巨大的飞剑入手 我双手用力测灰 口中抱贺 走你 飞剑如一面门板 狠狠地拍在沈翼身上 将一米九几的他 直接打飞了 璀璨如天上星 我回到公路上的时候 沈爱然已经走了 那台报废的公羊皮卡 被丢在路上 他把车子停下以后 始终坐在自己家的门口 而没有进去 我躲在旁边的树丛里 他却向这边看过来 苏绍 是你吧 我有些尴尬的挠挠头 从树丛里走出来 坐在了沈爱然的身边 他没有说话 细分开始显得尴尬 我只能找个话题 其实 我就是怕你有危险 沈爱然扭过头看看我 突然嘴角脸出一抹微笑 这个接口好烂啊 不过还是谢谢你 起码你是原本生活圈子里 唯一一个愿意理我的人 每次遇到沈爱然这个女人 我都被她牵着走 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反驳 我气得也不再说话 就那么和她并排 坐着看夜空 沈爱然开始了自说自话 她其实并不喜欢豪门的生活 从小到大 感受不到父母的爱 每天想着的 都是怎么认识更多的有钱人 学习好 会弹钢琴 跳芭蕾舞 这些都是 她为了交际 不得不做的 她很小的时候 只希望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天文望远镜 这样就能看到自己的星座 可惜 天文是个冷门爱好 豪门圈子没有人喜欢 她也就从未拥有过 等到沈希薇回来 她不介意 自己将父母还给她 只是一起生活了18年 沈爱然还是希望 养父母能住她以后的日子 顺风顺水 可沈家的父母 却只是像丢垃圾一样 把她丢出来 她这部车子 都是因为被媒体拍到了 沈家父母为了作秀留给她的 至于她和我之间 倒并非是完全不喜欢我 而是不想自己的人生 一直被操控 沈家父母 每天都让她嫁给我 就是再温柔的人 也会变得有脾气 她扭头看着我 眼睛在我的身上上下打量 然后笑得很开心 你知道吗 在金卷太子爷的 我是之针田狗 JZD22CBD 挂横幅说 要给人家当田狗 真的很设死啊 还有那个彩虹楼 你真的觉得 那样子的东西 我会喜欢吗 我撇了撇嘴 不知道该怎么接话 这种脑残行为 我解释不了 她笑着笑着就哭了 哭得很伤心 她说自己18年的人生 都没有意义了 哭的时候 她趴在了我的肩膀上 发丝上的一缕缕香气 进入我的鼻孔 那一刻 我承认 倒也我心动了 开玩笑 一个肤白貌美大长腿的女人 还这么善良 趴在你身上哭 你能不心动 我拍着沈而然的背 等她哭完了 我将两只手握成圆形 我这里倒是有一个 你要不要用这个来看看星座 沈而然将眼睛贴在我的手上 我口中念咒 天上的双鱼座 感知到召唤亮了起来 沈而然瞪大了眼睛 看着天上闪闪发光的双鱼座 脸上满是幸福 幸福没过几秒 沈而然的手机就响了起来 里面是沈西威歇斯底里的咆哮声 沈而然 你敢伤害我弟弟 你完了 沈而然明显有些慌乱 我则抢过他的手机 直接丢进下水井里 这么好的气氛 都被他扫兴了 沈而然大学的时候 学的是工商管理学 如今已经硕士毕业 上学的时候 他自己创办的公司 也是学校重点扶持项目 如今刚刚上市 虽然还没套现 可也算是有钱人行列 只是早上一睁眼的时候 沈而然的公司就直接跌停 不用想都知道 那是沈西威 故意抛售沈而然股票的结果 这个疯女人 完全不在意自己会不会亏钱 只要沈而然不好过 她就心情愉快 连续几天的时候 沈而然的事情 都在网络上吵得沸沸扬扬 许多人说 当初沈安然的公司 一定是沈家助理才能上市 如今 沈安然已经不是沈家千金 沈家自然要收回自己的公司 和沈安然绑定的我 自然也逃不掉 网上的风声倒是一致 沈家算个屁 我们苏少出手 十个沈家也不够看的 我以为沈安然会来找我帮忙解决麻烦 可是直到她的公司退市 沈安然也没有来 等再见到沈安然的时候 她很憔悴 不过不是来求我帮忙的 而是变卖了公司以后 手头还剩下一些钱 将之前欠我的五万块算命钱给了我 我想拒绝 但是沈安然却摇摇头 说 欠的钱就是欠的钱 她总是要还的 我没继续劝沈安然 她这样的女人 总归还剩一口傲气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 事情愈演愈烈 沈希薇靠着沈家 几乎全行业封杀沈安然 许多公司没有直接拒绝沈安然 却迟迟不给最终答复 我本不想理会这件事 但是沈希薇却做得过分了 她在网上公开喊话沈安然 说 沈氏集团留了一个扫厕所的职位给她 为了感念沈安然 曾经也是沈家人 所以 薪资可以按照正式员工给她 我直接在网上开喷 我也留了个扫厕所的职位给你 你不来 苏家完了 耶稣也照不住你 我说的 原本沉寂的网络 因为我的话 再一次陷入了沸腾 不知真相的吃瓜网友直呼 苏少666 霸气宠妹 结果当晚 我就在网络上 看到了沈希薇的视频 她眼圈红肿 一字一句地诉说着 和沈安然的姊妹情深 话里话外 都是因为沈安然没工作 夜不能寐 如今算是给沈安然提供了一份工作 却被我误读了 关于扫厕所的事 她是一个字也没提 主打就是一个抛开事实不谈 这又当又立的小白花形象 可是让她立得明白了 网友们又开始跟风一面倒 大夸沈希薇善良 有情有义 不少人还不忘 继续踩沈安然一脚 说她毕竟也在沈家生活过 如今连回去看看都做不到 连带着沈安然的信息 被人人露出来 帖子上写了大大的标题 假千金被识破 忘恩负义 抛弃养父母 一时之间 因为我的开喷 沈安然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 我去看她的时候 她已经两天没睡觉 一个人抱着枕头 在床上发呆 我嘴唇动了动 抱歉 我不知道会这样 沈安然摇摇头 人总有倒霉的时候 不是你的错 我捏着厚厚两叠沈家的调查文件 不需要我的帮助 甚至是她需要的 只是一个安慰而已 我运转法诀 手里的八卦盘动了起来 你只是流年不利 接下来的日子 就会好起来了 说着 我将跟随了我15年的护身牌 挂在了沈安然的脖子上 这块牌子 有几代龙虎山天师的赐福 一切霉运都会被驱散 果然 沈安然戴上护身牌的一刻 她整个人都觉得神清气爽 一道黑色的雾气 从她的百会学离开 缠绕她许多天的霉运 统统消失 沈安然把全部的家当都拿了出来 放在我的面前 苏景臣 谢谢你对我的好 你这块牌子 应该很值钱吧 我只有这么多了 都给你 我摇摇头 离开了沈安然家 就在她望向我的那一刻 天帝传来一丝反馈 是将要杜劫的征兆 每一代龙虎山天师 成就天师位的时候 都要杜劫 只是每个人都不同 上一代老天师 是风雷劫难 雷霆劈了龙虎山 整整一天 而天帝感应出现的一刻 我才明白 老天师为什么让我下山 因为等待我的 是龙虎山天师劫难中 最难度过的 情节 尽管狗血 但沈安然 的确是我的阴劫之人 情节没有固定的杜劫方式 到底怎么才算杜劫完成 天帝自有公道 入劫那一刻 我周身的法力开始消失 连遇见飞行也做不到了 我叹了一口气 只能去开自己的兰博基尼 车子发动了一刻 一个高大的身影 挡在了我的面前 是沈亿 他对我做了一个抹脖子的动作 只是还没有进一步的动作 要是以往 老子早就一剑拍飞这个二火 可惜今时不同往日 我故作凶恶地看着他 眼睛里带着狠辣 滚 要不老子再打断你几根肋骨 上一次的教训 明显让沈亿忌惮 他略微退了一步 我看准时机 发动车子 飞快离开 单论身体素质 这种超雄弟弟的战斗力 我还是知道的 根本不是一般人能比拟 车子出去的下一刻 我忽然明白过来 沈亿不是来找我的 他根本没必要招惹我 他的目标还是沈安然 我立刻掉头回去 可是沈安然家的房门 已经敞开 房间里空无一人 房门的锁头 明显是被破坏的 沈亿可不会好好对待沈安然 我还没有进入屋子里 身后已经亮起了一排灯光 沈细威穿着大红长裙 站在几台跑车中间 他妖娆地走到我面前 苏哥哥这么关心 沈安然那个野种啊 可惜啊 那个野种不在这里 如果苏哥哥需要人陪的话 我觉得我也可以 你难道不觉得 苏家其实需要我 这样一个 身世不算太差的儿媳吗 我里都没理沈细威 打算静止离开 可是下一秒 沈细威的声音 再一次进入我的耳朵 如果苏哥哥不打算 要人家的话 我也就不打算 让那个野种好过了 我一把抓住沈细威的领口 我最讨厌别人威胁我 沈细威伸出修长的手指 轻轻地触摸我的手掌 这不是威胁 我只是在阐述事实 沈细威带我去了一家地下拳馆 拳击手都是女性 着装很少 专供特殊顾客那种 他选了一个最好的位置 全馆的服务员 端上了红酒喝牛扒 等待着我们品尝 而下面的巨大八角龙中被锁死 只有两个小小的入口才能进入 沈细威就坐在下面的台子上 看到我和沈细威来了 他抬头看向我们 沈细威将一杯红酒递给我 眼神却在看着下面的八角龙 八角龙中已经出来了两个女人 一个是红色短发的女人 明显练过格斗 另一个则是沈安然 他穿着运动背心和短裤 眼神却显得迷离 沈安然浑浑噩噩地走到八角龙中 意识并不完全清醒 甚至不知道即将面对什么 我死死地盯着八角龙 又扭头看向沈细威 你知不知道你在做什么 放了他 沈细威喝了一口红酒 目光灼灼地看着我 我什么也没做 是他自愿进八角龙的 我从二楼下去的时候 八角龙里的战斗已经开始 沈安然挨了一拳后才开始清醒 他涣散的目光开始慢慢聚拢 眼前的女人已经疯狂地进攻 拳头如雨点一般 打在沈安然的郊区上 吹弹可破的肌肤上 出现了许多青紫色的印记 下面的观众疯狂叫好 所有人都想看到 一件不属于自己的艺术品 被彻底毁掉 鲜血顺着沈安然的额头流下来 他的眼睛已经总得看不清前面 女拳手的爆摔 差点直接折断了沈安然的脊椎 巨大的疼痛 让他连喊叫也做不到 我看着沈安然 整个人倒在地上 不断地抽搐 一把抓住他的脖子 只是拳馆的安保极好 几个安保人员将我按住 不允许我伤害他们的客人 八角龙里忽然传出了惨叫 沈安然被女拳手用十字锁锁住 他的一条胳膊已经被牢牢地固定 只要女拳手继续用力 就能掰断沈安然的胳膊 拳馆的客人在一瞬间被点燃 所有人都在大声地叫嚷 断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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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下拳馆中没有认输 只有被判断 完全没办法战斗 才能结束 我向着八角龙冲去的时候 沈安然的惨叫响彻整个拳馆 我眼睁睁看着沈安然的手臂被掰断 他整个人在八角龙中昏厥 巨大的八角龙缓缓打开 我疯了一样冲上擂台 抱起了沈安然 沈安然已经遍体鳞伤 完全没了惊大笑话的样子 沈细威就在远处看着我们 他眼神中明显是说 沈安然不配和我争 我不能和苏家联姻 他也不行 我一连掐了三道法诀 可天地中有一股无形力量 让我的法术全然没了效果 我抱着沈安然离开 甚至连看他一眼都不敢 一个月后 我才看到出院的他 他已经不再是那个曾经的惊大笑话 沈安然剪了短发 眼睛里带着绝绝的味道 他第一次开口求我 苏锦辰 我想报仇 沈安然是个比我想象的还要果断的女人 他在拿到沈家黑料的第一时间 选择了新闻发布会 关于沈家偷税漏税的事情 被公知于众 等于狠狠地打了沈家一巴掌 同时 沈安然自己公司股票 被恶意抛售的事情 也被放在台面上来说 用沈安然的话说 曾经的她是沈家的千金小姐 做事情要顾着体面 可沈细微做的事情 已经让她明白了 她只是沈家的一个工具 无足轻重 既然已经不是千金小姐 自然就不用管什么体面的事情 她最知道沈家什么地方最痛 她的刀子自然 也就捅在了最痛的地方 沈安然求我的事情不多 我只要让她 能站在和沈家公平对弈的舞台上即可 新闻发布会的时候 沈细微找来的人 都被我以苏家的名义 请到了后台喝茶 老子的确没法术了 可老子的身份不会变 几个豪门的人 对苏家格外忌惮 只能安心地坐在后台 沈细微在发布会看不到外园 听说砸掉了话筒 甚至几个律师的连续追问 让他破口大骂 按照规矩 发布会的晚上会有晚宴 按照咖位来决定第一支舞 原本我和沈安然 该在毕业典礼舞会上的舞蹈 被放在了这里 而且用了和毕业典礼舞会上 同样的灯光 角度 服装 新闻团队的人 敏锐地捕捉到了热点 我那句 你也配合我跳舞被翻了出来 沈细微早上砸掉话筒的事情 被一并放入帖子里 网文纷纷吐槽 沈家千金素质真差 真是给沈家丢脸呢 人家毕竟从小在垃圾堆里长大 就算回到沈家 也擦不掉垃圾位吧 网络舆论风向的一边倒 让沈细微疲于应付 而对于沈亦 沈安然则给他找了一个很好的去处 京城外的一处特殊监狱 由于沈亦的超雄特性 他做过的坏事并不少 几乎是令人发指的那种 他追求一个女孩 女孩不同意 就把人双腿打断 拖到公寓 吃牛肉面的时候 方便面和食物不符 他直接把老板塞到了热锅里 总之 可查证的案件至少在十件以上 法官判处沈亦二十年监禁 而监禁的监狱中 简直就是在杨谷 一共一百二十名囚犯 全是超雄综合征 部分还有某些特殊的倾向 沈亦这种未成年的超雄综合征 进入监狱 那就是羊入虎口 我将一份资料交给了律师 里面是沈亦的未起诉案件 零零总总几十件 只要沈亦被减刑 就会被重新提交材料 要给沈亦希望活下去 也要让他在触碰到光明之前 再把他踢回到黑暗之中 做完这一切 沈安然亲自做了晚餐感谢 谢谢你 苏景臣 我舔了沈安然七年 直到这一刻 有六年半都是脑血栓式舔狗行为 天地间一股明明的力量传来 我被封印的力量 再一次回到了身体之内 然而 沈安然的手机响了起来 里面是他亲生母亲的声音 安然啊 你能回来一下吗 我掐着法觉 很快就算出了 沈安然接下来要发生的事情 沈安然却让我不许告诉他 他说自己的事情要自己决定 不论接下来发生什么 沈细薇也在那间破旧的老房子 他和沈安然的亲生母亲坐在一起 我第一次见到这个老人 他张嘴就带着偏心 安然 细薇吃了这么多年的苦 你为什么不能体谅他呢 听我的 把属于细薇的东西还给人家 这就是你的命 人不能和命正 沈安然咬着嘴唇 眼眶通红 他死死地盯着眼前的女人和沈细薇 沈细薇笑得很灿烂 仿佛一切都要如愿 甚至能从他的眼睛里 看到嚣张两个字 我想要开口 却被沈安然拦住 沈安然只是淡淡地问了一句 妈 你还认我这个女儿吗 女人愣了一下 她的内心也开始纠结 可是沈细薇只是轻轻地催错了她几句 她就不再纠结 只要你把细薇的东西还给她 你就还是我的女儿 我笑了 尽管沈安然阻止我 我仍旧指着沈细薇破口大骂 沈细薇 你到底要不要脸 到底什么是你的 唯一属于你的沈家 沈安然已经还给你了 沈细薇死死地盯着我 然后咬着嘴唇 和苏家联姻本就该是我做的 嫁入苏家的人就应该是我 沈安然改变了我的人生 否则 你该喜欢上的人是我 不 你喜不喜欢我 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 我会嫁到苏家 我会成为首富的儿媳 我盯着沈细薇 她已经疯了 压抑了十八年的人生 让她彻底地疯狂 甚至她开始否定自己的人生 她感受到了沈家的好 就渴望更好 想要嫁入苏家 当然嫁给的人是不是我 都不重要 她说自己十八年的人生 都比不上在沈家的一天 她省吃俭用才读完的大学 对于沈家来说 根本不算什么 她刚进入沈家的第一天 就能拥有她曾经一辈子 也买不起的跑车 她在沈家住的地方 是她曾经都不敢觊觎的别墅 那种美好 彻底冲垮了她的心智 所以 只要生活能变得更好 她什么都不在乎 她不想回到当初那种 连吃肉串 都要靠着那个超熊弟弟 去抢别人的生活 她不想一辈子 都停留在算计柴米油盐的生活中 尤其是她看到了沈安然以后 她极度 极度到快要疯狂的地步 明明他们有着差不多美丽的脸 可这么多年来 沈安然的生活 简直就是天堂 那些高雅的爱好 她一个都学不起 更不可能开着车子上学 也没有人因为她的一句话 就把整个学校的大楼 都刷成彩虹的颜色 她当然不是直接疯狂的 可自从遇到了我 她最后的理性也不存在了 她觉得 自己明明已经换回了自己的身份 就应该有属于她的一切荣耀 可我还是在舞会拒绝了她 让她明白 只要沈安然还在 她的过往就不会被人遗忘 沈安然就像是她人生的见证 她是真千金 可偏偏是这个真字 就是她最大的伤痛 十八年的黑暗 根本无法磨灭 沈安然一天不从这个世界上消失 她就一天不能安宁 沈细薇从抽屉里拿出了刀子 顶在自己的脖子上 妈 你来选 我俩只能活一个 沈安然的生母迟迟不说话 可眼神里多了些对沈细薇的偏袒 沈安然红着眼眶 连站都站不稳 我伸手扶住她 她没有拒绝 时间仿佛凝固了一般 可女人最终还是开口了 安然 细薇她 她一开口 一切就已经注定了 她终究还是 向着那个和她一起走过了十八年的女孩 女人说 这些年沈细薇跟着她受了很多的苦 是她对不住沈细薇 现在终于有一个 能让沈细薇幸福的机会 她可以放弃一切 当然 她也爱着沈安然 那也是她的女儿 只是她真的没办法眼睁睁看着沈细薇去死 女人抢过了沈细薇的刀子 一刀刺入自己的肚子 她看了一眼沈安然 又把头转过去看沈细薇 拉着沈细薇的手 细薇 安然会把一切都给你的 将来 她也不会出现在你的面前 她可以走得远远的 永远不回来 你放过她吧 沈细薇红着眼眶 声音哽咽 迟迟也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 她望着沈安然的眼睛里 全是不甘心 可她最终 也还是没有说出任何一个字 沈细薇转身离开了房间 仿佛和自己的过去告别 这里的一切都是她 想要尘封的过去 沈安然抱起了倒下的女人 她闭着眼 眼泪还是止不住的滑落 她哭了许久 扭头看向还在一旁站着的我 苏锦辰 倒是可以起死回生吗 我摇摇头 倒是不可以 沈安然低着头 不再说一句话 像一个被存放在角落里的瓷娃娃 可怜至极 我走过去的时候 沈安然抱住了我 那是我第一次见到沈安然哭 她哭得很大声 伤心欲绝 痛到了骨子里 也是这一刻 我才明白 为什么沈安然会是我的情节 她比许多女孩都有人情味 她总是愿意 将自己的善良贡献给每一个人 所以 她舍不得恶毒的母亲去世 也放过了沈希薇 我轻轻地拍着沈安然的背 嘴角露出一丝微笑 我只说 倒是不可以让人起死回生 我没说天使不可言 沈安然的哭声戛然而止 我笑着站在她面前 手里的八卦镜转动 一声声悬傲的咒语念出 时间一点点倒退 景色也在不断地变化 沈安然的母亲回来了 沈安然也从短发变成了长发 她还是那个沈家的千金小姐 沈希薇也回到了那个破旧的小屋 经大校园里 还是有一个二货金圈太子爷 为了女神 将学校染成了彩虹色 真假千金的身份没有互换 他们这段经历 却留存在脑海里 也许这是对沈希薇最好的惩罚 她追求的荣华富贵 都成了黄粮一梦 我不知道 这个沈安然是不是一个惩罚 因为 这个世界里 我已经不在了 消失在世界上之前 一幅幅画面 出现在我的脑海里 师父说 不要强行逆转因果 否则会遭天险 龙虎山的经文中也记载 情节是最难的劫难 无形无相 没人知道 什么时候劫难消散 而最后一幅画面 定格在一个夜晚 我用卷起双手 带着一个女孩看星星